处女座我知道很难受 但请你要批评人的时候 拿出一条小毛组咬住好吗 处女座女生的美貌 在十二星座里面数一数二 很难有桃花这件事也数一数二 处女座到底什么阻断了你的桃花呢 老实说一个处女座女生 如果存心要难搞 别说异性缘了 连同性缘都不太好 因为你很容易从小地方挑别人的刺 或者是也喜欢揪着别人的缺点 批评指教 所以咯不要说招桃花了 不要招黑就不错了呀 有些处女座女生到了一定的年纪 也会索性的做自己 当然啦 这个时代如果你要做自己 是无所谓的 开心就好了对不对 但如果你想要招桃花 有些事情你非改变不可 第一项对你桃花的行动 冷言冷语 拖冷水 明明你很希望别人 把你当公主一样看待不是吗 那为什么别人送你礼物的时候 你还要一副很冷淡的样子 然后说 哎干嘛花这个钱 哎呀买这个有点不太好吧 哎怎么怎么是白色不是黑色呢 或者你会说谢谢 但是你的表情很僵硬 谢谢 是不是挑人毛病的时候 你比较顺利呢 所以咯 你要记得感谢要表现出来 你是女朋友你不是面试官 你不需要审核评估这个礼物好吗 第二点就是太实际了 没桃花的时候什么都好 有桃花的时候又挑剔的不得了 其实细数起来很多处女座都是女神级哦 但是感情上好像都不足为外人道哦 比如说没桃花的时候 你们的条件就放得很低 我只要找一个能稳定能依靠的对象就好了 但是一旦有了对象 这个人很稳定很顾家啊 你又嫌他怎么老是待在家 怎么不出去外面走一走 为什么事业上没有你努力 问题就出来了一大堆 也就是说不管谁在你身边你都忍不住挑剔东挑剔西 嗨处女座你还好吗 有时候太实际也会让你女性荷尔蒙缺乏 比如说你实在太上个大妈了 不管你的外表在少女性格太大妈 喜欢丁宁东丁宁西 然后总是对别人的浪漫面无表情 或甚至会说好了不要这么浪漫了好吗 很恶心 那你这样讲别人怎么能够跟你谈感情下去呢 久而久之连暧昧都不想跟你暧昧了哟 所以聪明的处女座 请把你的数学能力用在让自己有女人味上 这样我相信你的魅力就会爆棚 桃花也会爆棚哦 好了讲了这么多 处女座也不要沮丧 我要为你们平反一下啊 好各位同学请好好地珍惜你身边的处女吧 我认为处女座虽然女人味欠缺 虽然有太务实或机忧生的倾向 但是她们是非常优良的另一半哦 是属于很会为对方着想 而且虽然跟她相处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她非常的挑剔 但她其实只要面对外面 她的心都是向着你的 所以这一点跟处女座交往的人 应该就知道了 你只要牺牲一点被她控制的不爽 你就可以换来一个完美的伴侣 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处女座是一个越交往越宽容的星座 如果处女会越来越宽容 代表她对你其实是越来越满意 但如果她还不放松 那就表示她觉得你身上还有很多 她可以挑剔的地方 你自己看就办 我知道很难受 但请你要批评人的时候 拿出一条小毛巾咬住好吗 忍住你批评她的冲动 此时无声胜有声 不说比说出来要好很多 我相信这样一次两次三次之后 你的异性缘就会回温许多 第二请把你藏在抽屉的箱里拿出来用 还有蒙尘的保养品也拿出来用好吗 不能只有买 买而不用是不算数的 所以要好好的培养或塑造你的女人味 让人家发现你是女的 这点很重要哦 其实我个人觉得啦 处女座要小女人起来是很可怕的 是可以牺牲自我到尸骨无存的地步 不管是哪一种极端 比如说控制狂的极端 或牺牲到顶的极端 我觉得男生都会觉得很崩溃吧 你可以持平一点吗 就是正常的依赖跟正常的控制就好了 不要太极端 好了 如果你能从个性以及从外在来慢慢的改进 然后让自己多增添一点女人味 才能够吸引别人看到你的内在嘛 处女座请加油哦 有人吃过处女男的灰吗 没有 如果有的话 他们的反应都会很大 不是 你觉得处女男怎么样 家 来说到处女男 我们就会想到处女座的什么特色呢 灰毛 玩意主意 写屁 叨叨 我们就来了解看看咯 看处女座暧昧 太多 太少 都不行 如果太多 让她侦测到了 你好像很喜欢我 请注意 这对一个好奇心很旺盛的人来说 你就失去了被她探索的本钱了 因为他们是很傲娇的哦 如果你对她那么的感兴趣 那就是换你来探索她了 所以某种程度呢 你稍微有一点高冷 或者是对她表现出来的是 有点满意 又没有那么满意 这种介于中间的事情 如果你拿捏得好 当然 她就会增加了对你的好奇心 因为在处女男的心目当中 虽然她们非常的好骄 但是某种程度她们也有谦卑的特质 因为她们会警告自己 不能太骄傲或不能把骄傲露出来 所以咯 你对她的喜欢也最好不要露太多 那为什么也不能表现太少呢 因为其实处女座非常需要鼓励 我们刚刚讲了 她只是表现出不骄傲的样子 但其实心里她们觉得自己蛮好的 她自己很聪明啊 她也很努力啊 多么希望你发现啊 所以如果你能够适时的给她一些赞美鼓励 那她就会觉得 你懂我 好好好 这个好 她们还蛮需要观众的 但重点是 处女男到底喜不喜欢你呢 牺牲休息时间来陪你 你要知道哦 对处女座来说 时间是很宝贵的 她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所以如果她愿意把宝贵的时间 用在你的身上 甚至于就是休息的时候 她也很愿意陪你上山下海 还安排很多跟你在一起的时光 那二话不说 她真的很重视你哦 第二 如果还没有在一起 只是做朋友 她就对你的 人生观 价值观 婚姻观 观念想法很有兴趣 这表示 她们已经在跟你进行 高傲的 傲娇的 她很重视的精神层面 而精神层面的契合 对她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这方面她觉得 嗯哼 你跟我蛮同类型的 以后我就不用再花时间 教育你的话 嗯 你上升指数又更高了 第三 她愿不愿意跟你描摹梦想呢 如果她很喜欢你 她一定会很想把好东西都告诉你 比如说 我曾经去过一个地方 风景很美哦 下次带你去 如果她会跟你说 哦 有一个东西好好吃 我带你去吃 像这种想把好东西分享给你 那表示她真的很在意你了 在别人面前很稳重 在你面前很孩子气 这也是她对你安心的一个表现哦 因为其实处女座 我刚刚说了自尊心很高 她非常希望在别人心目中 就是个万事通 可是她居然愿意在你面前 展露无能的一面 那就代表她真的愿意跟你走长远 或者是已经在被你收服的路上了 处女男有点害羞 这一点可能会让你们暧昧过久 实在无法突破的话呢 可能处女男也会着急哦 说不定就会故意弄一个 让你吃醋的事件 好逼你乖乖告白 让你们的关系确定 关于处女男的害羞呢 我觉得是要好好分辨的哟 好啦 有一种是真的很害羞 那这种害羞的人 她还是很有好奇心 那她的好奇心可能对人或对事 那可是有一种呢 我就不觉得她是真害羞了 我觉得她是害羞的表面下 包装着闷骚的食物 那这种类型呢 外表可能还是貌似中凉啦 但是可能眼神就会不定期的 可能飘来飘去 可能也是我们觉得 有点危险 有点花心的类型 一个处女座 一旦她有花心的倾向 那可能跟她有没有伴侣是没有关系的 因此你再喜欢一个处女男 也要仔细分辨 她是真害羞 她是假害羞 她是假害羞 咯 处女座呢 她是非常喜欢说话的 她也非常爱表达意见 表达她刚刚好 你会觉得蛮崇拜她的 因为发现她心思真的好细腻 没有或观察很入微 可是如果过多 那就变成一个干扰 处女座是一个不吝惜 把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 啪啦啪啦表现出来的人 所以也许在沟通或交谈的过程 会让你有点生气 换手机 那别人可能问你多少钱 多少钱就结束了这个话题 但是他们就会碎碎念说 这不是很浪费吗 那你是看到她什么 那颜色怎么样 那功能又如何 有时候就是会有点拖冷水跟很扫兴 不过这一切都是爱能够解决的 不是吗 如果你要爱一个处女座 你就要接受她的碎碎念 她如果不够爱你 她还不见得在你身上碎碎念 我们都没有讲她坏话 这样可以吗 当然我知道有非常多受过 处女男伤害的女生 然后绝对觉得她们是渣中之渣 是渣到第一名 那我就要提醒了 我觉得这也跟处女座男生 她不演有关系 她不愿意演 当她她发现被你发现她很渣 然后她也发现她自己改不过来 那么她们就会索性以及豁出去 而且会非常的粗辱跟没有礼貌 所以这种有点伤人自尊的一个表现 或类似蛮没有风度的 我们都觉得她们看起来蛮绅士 可是一旦她们要没有风度 会非常的没有风度 她们可能会逼迫 逼迫朋友二选一选边站 让前任女友觉得说她是非常的不留情面 不留余地 像这种人们秀心的一种行为 好 所以像这种行为可能就会让人家觉得 怎么外表反差这么大 她们这么渣也是蛮好的 会让你跟她划清界限 也不会再想狗狗狗 最后呢 我要提醒大家 不要投入的太快 让她尽量想在你身上学习 探索 入你跟初女男恋爱旋律了 嗨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呢 分享很多星座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